開始再走下去 他現在開價是開6千萬 6千萬 這裡 我跟你講他現在 我跟他已經談到最後的 談到最後你才跟我講 開什麼玩笑 現在要負擔多少現金了 然後你最近 拉離什麼打嗎 我跟你講真的不合適 其實他很強會不會 其實他很厲害 他很聰明 他是用女生善用他的這個 軟的一面 軟的那一面 他之前一直在婚前 就跟我講說要叫我把錢交給他 這樣才叫做一個家 這樣對於他有信任感 錢交給他 那我一直不願意 因為我跟他講過一句話 我說金梅 這個人服是不錯的男生 但是男人口袋有點錢 腰部以下也不嫌 他怕你走鐘 招肩貶 除非是上面有想法 上面也沒辦法 那就 我最討厭他嫌棄 他每次都跟我講說 你就是省小錢 花大錢 這個 我覺得這個對我來講很不公平 因為我們男生嘛 比如說我們會買房子 然後會投資 然後或者是說 頂多就是比如說喜歡車子 買車子 那可是這些都是大筆 然後這些都是會賺錢的 買房子會賺錢嘛 對不對 投資也是都賺錢 你這個叫 對啊 這樣子講就對了 他每次跟他講說 我每次跟他講說 我們家裡的開銷 可能要稍微少一點點 我們省一下 他就說 省什麼 你都省小錢花大錢的 我都沒有在唸你買車 唸你買房子 然後我就覺得 你怎麼可以這樣 我把我的錢都給你了 然後我只希望說 得到一點點的尊重 你今天有帶來嗎 錢嗎 不是 離婚這就求婚 你怎麼可以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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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那麼熟了 我只是要奉勸大家一句 我都跟我還沒結婚的朋友講說 結了婚之後 女生會要求你把錢給你 交給他 可是你 請問不要全部給 你要留不算在身上 你要保留 我收入的一半給你 一半我自己 來對不對 我們今天就設計了這段影片 好不好 我們拍完之後就給季梅看 看她心裡面的波瀾是如何 好不好 準備好了嗎 好 準備好了是好 一起來看看 這一層精采的設計 來 聖誕禮物 這太好了 大紅蒙耶 對啊 超貴的吧 不會 這台是限量版的 本來老闆要賣我300萬 大紅蒙耶 然後我跟她講說呢 是你要的 我要送給你的禮物 她真的很喜歡 她很喜歡喔 她覺得很帥 每次都報獎 真的 這台不可能 你每次都報獎 你好高調喔 怎樣 那現在開這個車在路上 我會臉太多好嗎 對 前面還有一個模糊潛水 對啊 那是妳在開喔 我才不開耶 我覺得我們現在的那個 生活跟年紀 其實還不是我們在那裡的 那我們現在都住在鄉下了 現在鄉下都買了 可是我都已經買了 那妳為什麼要買呢 妳當初是想當初嗎 開始在唸的 你看剛剛前面很喜歡喔 好帥喔 好棒喔 然後就開始唸 真的 心意是好的 可是你知道 因為花這個真的是算 家裡的大力感情 唉唷 我心疼 不要心疼打 錢再賺就有了 重點是妳要開心 等一下 今天呢除了這個車子之外啊 就是有一個我覺得呢 最最最最最最大的一個 禮物要跟你分享 還有禮物 這個已經很大了耶 不是一直很想要開一個巡派 看了一定會非常的喜 非常的和心 是租一個店店嗎 王仁骨 整季晴 當場班戀 吳仁仁 其實很想要開一個巡派 看了一定會非常的喜 他非常的和心 你是租一個店店嗎 你去看 我感覺我有一點難承受 頭有點越來越痛的感覺 牠的臉在變喔 臉在變 牠的臉 你看 為什麼我們不知道 說到海邊就是瘦到高山上啊 妳現在是甜點 妳現在是甜點達人耶 你看這裡多少車 看這裡多少車 如果弄得好 未來牠搞不好就會像 是什麼金瓜子 爪仔肉 金瓜子 金瓜子 妳不是只有買跑車而已 還是快地 妳還送一萬地喔 對 我一回合 我一回合 妳先看地妳喜不喜歡 妳幹嘛不敢回答我 沒有 因為 他們有一定的嘛 已經簽了 我都翻臉了 這個是國有靈地吧 這裡 這台地 這台地 怎麼辦 怎麼會這樣 怎麼會這樣 過去過去 他上面還有一個樓梯 好 開始再走下去 他現在開價是開6千萬 6千萬 嗯 這裡 台北市耶 王府你是不是有中樂透了 然後沒有告訴我啊 沒有啊 6千耶 我跟你講我們可以幫我們 6千不是6百耶 我們可以幫我們宜蘭的民宿 拿去抵押 你才會槓桿也太大了吧 我沒辦法喔 這樣真的會可笑喔 可是這裡的view看下去真的 不適合 有很多事情是講緣分的 然後要看可不可以啊 他再好 那我們沒有辦法6千萬 那也白講啊 我跟你講他現在呢 我跟他已經談到最後的 談到最後你才跟我講喔 不是 他已經有點快生氣 我有點擔心了 你看他的臉 你們應該都沒有看過 季晴這麼兇的臉 我已經先付他了 六百萬的訂金 他如果不完全是建定的話 銀行怎麼談貸款 你開什麼玩笑 現在要負擔多少現金啊 我是沒有 可是台北市的土地 基本上一定比我們宜蘭更 可以啦 沒辦法啦 你不然這樣子 你先簽了 你先簽當保人 我沒辦法啦 太多了啦 我們現在自己身上有貸款 你就搞一個車貸 不要貸款 車子就不要貸款 我們好好的把這個地 這個是可以賺錢的 我們最近的壓力很大嗎 我跟你講真的不合適 真的 真的不合適 真的啦 你太勉強了 好吧 我跟你講你看一下啦 不然你拿 你拿著看一下 然後你考慮一下好不好 唉唷 哇 你真的來 來來來 感到 男人指數你個個人 千斬後就 第一道分有到四分 四分 因為六千萬 而且是那種爛地 對 那種亂站缸 他居然敢開六千萬 台北市耶 台北市耶 對啊 我覺得這個很厲害 最厲害的是我還已經跟他講說 我就付了八百萬的訂金了 千塊地 如果沒有買八百萬 就要這樣廢掉 這有感子 真男人 對 真的 五分 如果我去買那台車 他就說 依依就跟我說 你今天開始就不要回家了 你已經 你只是買幾個爛公仔 頭髮就被抓成這樣 他就說你就出去 你就不用回來了 你就住車 你就住在車上就好了 車子跟我選一個這種 對 那麼一起來歡迎我們苦主出場 金美美來囉 來 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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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他會來 對啊 瓜哥的心機好重 真的 這怎麼勞 不是 憲哥 你剛剛前面說 如果有帶印章來 今天可以辦一辦是不是 有 這種突然謊言的婚姻 怎麼走得下去 我們沒有講這種話 我們印章是隨時都帶著下去 對 阿訓你們要帶你 你們兩位是牽制用紙 用紙 用紙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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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那個有制式的 好誇張喔 你怎麼會來 他怎麼這種婚姻真的充滿謊言 對啊 一騙我說那是我的聖誕禮物 根本就買給自己 然後重點是 根本就不是買給我的 對啊 買沒冷靜 所以也不適合拍 從頭到尾都在設計我 可是各位你們有沒有看到 就這種被設計的情況之下 你們才會看到季奇那麼兇的臉 你剛剛有沒有看到跟我講說 瞎扯 你剛剛不曾經有些季情 季妹妹在電視上這樣罵我 為什麼 季妹妹屬於是外柔 但是內感 對 她內心裡面有很強大的一個心臟 所以自己的事情先按一下 如果莫名其妙買一部車子 這種情況有沒有 沒講的 我跟你講 她曾經就真的發生過 我錄影回家 家裡當時已經有三台車了 我錄影回家就看到一台新的跑車 停在我們的車位 我就問她說 真的有 老公是有朋友來嗎 靜美 我跟妳講這個事情我知道 對啊 她已經跟我承認了 對 她以為妳們不會那麼早來 她有請對方趕快離開 你不要這樣 不會 不要這樣 不要這樣 不用那麼辛苦 我們是民宿 如果突然間回來 她就假裝是房客就好了 我 我終於知道 我終於知道 我終於知道為什麼 我只是要在海邊買個房子 她要蓋民宿了 高高搖壽 好 靜美告訴我一下 妳最受不了人福什麼事情 不尊重我 然後又很會碎念 我哪有不尊重 她超級不尊重我的 買車的事情 憲哥已經知道了對不對 那因為家裡的錢 這一桶金是 她賺的也在裡面 我賺的也在裡面 裡面是共同的 我們是共同的 所以你看 買車已經夠過分了 結果有一天 我回家的時候 都已經簽約付了頭期之後 回來賺的 沒有商量 沒商沒量的 妳說是不是很過分 沒有 我只先談好價錢 我們來跟妳抱歸 王老先生 真的嗎 王老先生 憲哥在你旁邊很難生氣 真的是王老先生 人家正要生氣 妳還在王老先生 對啊 有北部 你這個買地應該要講 不是 回來問妳 那就是在商量 她問我的時候是說 我帶妳去看一下 然後看完之後我就說 嗯 那這個地如果不買可以嗎 她說不行 蛤 因為都已經前面斡旋 頭期都付了 那你如果不買 那幾百萬都付了 斡旋而已 是是是 斡旋要八百萬 斡旋只在談價錢而已 那一塊 剛剛那個六千多萬那一塊 我覺得滿漂亮的 妳要換一個爛機 憲哥的買嗎 這製作單位也真缺德 隨便找一塊就說她買了 怎麼這麼爛 這種東西妳怎麼會相信 不是 我就覺得她很誇張 還直接開了一個新車 送到山頭 送這一塊 所以我就覺得她很誇張 我說妳是中樂透 不然怎麼會這樣花錢的 妳真的要謝謝這個老婆 老婆才能真正把她這個 前唇斬下來嗎 對不對 她要考慮孩子 將來教育什麼 女人比較神思 我又會賺錢 然後我又捨不得花錢的人 對 所以都是老公就是 我如果好東西 其實都是仁夫買給我的 唉唷 因為她其實老實講 她是一個很省的女孩子 很感動 所以我都會直接有好東西 演藝圈裡面 只有這一對 我是真正看好的 對 她都不看好嗎 是這樣子 那我們其他人什麼帶一半 也是好不好 所以這一團我們覺得 我覺得他們這沒什麼問題 OK啦 通過考驗 好不好 掌聲給他們考驗 來